我們講講民主選舉 民主選舉是很明顯的 習近平都很清楚 在整個抗疫工作裡面 香港需要集中精神 全部人一起做一個抗疫 是所有資源抗疫 現在也進一步提出來 就是3月初先做全民檢測 接著由3月初做三次 每天做一百萬都要做二十多天 才完成全民檢測 即是三次 大概到了3月底 那這個是什麼指定呢 都很明顯 北京的意思是說 這裡有選舉 很可能都沒有辦法順利完成 原因是因為 香港在這個時間 是全民 所有人都要集中精神抗疫 不單是說香港人 不單是說醫護 不單是說前線的工作人員 還包括了選委 還包括政府官員 還包括所有特首的兒子候選人 所以基本上都可以肯定 林鄭月娥將會延任一段時間 可能六個月 可能一年 那六個月一年 他可能會集中處理一些 比較尷尬的工作 然後可能正正式式 將工作交給一個有能之士 去做特首 如果有能之士 希望他可以帶領到香港 經濟復甦 以及找到一個新的路向 這個很明顯 都會出現的了 在這個情況之下 竟然參選特首的人 是看不到的 竟然看不到的 參選特首的人 除了閃師傅 還在等待對手之外 現在還多了 胡世全 胡世全第三次參選 他已經說明了 每五年 大家要見他一次 他一定會再參選 這次參選 他講了一個笑話 他就說他自己在做這個 在洗碗過程 即是在洗碗過程中 他就想到 一個未來特首 為什麼在洗碗呢 他就問好了 未來特首不能洗碗的嗎 未來特首不能洗碗的嗎 未來特首不可以做 在家裏分擔家裏的工作嗎 我真奇怪 第二 就是他這麼信心做未來特首 這個他只有下一歲 比起 譬如劉淑儀 七十一二歲 是年輕的十年 可能他會覺得 我大把前途把青春 我就算再選了兩次 我都未去到葉劉淑儀的年紀 這個可能是一個優勝 但是胡世全究竟是什麼 背景是什麼人 我們大家分析一下 胡世全原來做過的士司機 做過酒樓 做過很多不同行業 現在他形容自己 是一個物業投資者 他應該發達了 他說自己拿著十七個物業 他裡面有十九個門徒 另外二百多個門生 即是說 他本身跟鴻門的閃師傅一樣 有很多徒弟 有徒弟 有門生 就是那種人 即是說 下面有入室弟子 也有一些沒有那麼入室 沒有那麼近身的徒弟 他就教人投資 教人投資買樓 可能教人在金融方面 在物業投資方面 他現在認為自己是一個物業投資者 而且是一個老師級的物業投資者 他跟閃師傅有什麼共通點呢 第一個 就是他本身跟KOL有關 閃師傅本身是自己的KOL 胡世全雖然不是KOL 但是他這樣說 當他決定參選的時候 有一個建制派的KOL 他的大佬是跟他找他 跟他分享了很多事情 所以他在一個政綱上 是裡面可能參考了對方的意見 希望香港找新的出路 這就形成他的政綱 也因為這樣 因為這個KOL 所以他覺得 北京傳一個正面的信息給他 他可以參選 而且可以入閘 所以他有信心 拿到足夠188票的選委提名 這就是胡世全所說的 這是第一 第二 他們的共通點跟KOL有關 第二個共通點已經說了 就是他們之間都喜歡收門身 收徒弟 閃師傅就擺明了 因為他是武術界的 是洪門的 自然有一些徒弟 現在是胡老師 原來他是物業投資界的一個老師 所以他們收徒弟 幫他投交 他們投資物業 所以他們有很多徒弟門身的 不知道他們選了特首的時候 會找回他的大弟子 找回他的弟子 去做三C十三局 他有一個 就是他們全部由他門身的KABONET 第三個特色 他們兩個都有一點點 我不好意思說一句 我的口臭 但如果兩位 譬如是閃師傅 或者是胡老師 你想到一個好的形容詞 或者好的成語 去形容思覺失調的話 你可以告訴我 你可以改 但我覺得你們兩個都有點思覺失調 簡單說 閃師傅和胡老師 都認為自己有機會贏 這一句說話 我真的覺得有點思覺失調 其實你們沒有機會贏 甚至你們沒有機會入閘 胡老師 現在認為自己有機會入閘 閃師傅又這麼有信心 他們兩個已經拿了三百八十票 一百八八票一個人 他拿了三百八十票 很簡單 如果你們兩個真的有閘 不要緊 本來閃師傅說 現在很悶 因為沒有另一個特首候選人 所以沒有人跟他對嘴 原來閃師傅認為 是有人對嘴 選舉才會成事 一人選舉不可以 這是他的民主理念 現在胡老師出現了 胡老師的政綱也寫得很詳盡 因為胡老師本身已經第三次參選 所以他只有政綱 他的政綱也挺大 好像比閃師傅還要寬一點 閃師傅寫得詳細一點 閃師傅會不會跟胡老師之間 有些對決 有些辯論 有些火花拆出來 我真的不知道 閃師傅本來就說 因為沒有人 所以我就不出聲 現在有人了 你出不出聲 現在閃師傅對胡老師 這個堅明 有點像老夫子 老夫子的名字 都大概這樣 閃師傅對胡老師 這個特首選舉 因為這兩個精彩了很多 五光十色很多 來自武術界的 來自的士界 來自酒樓界的 都有 當然現在他的身份 是物業投資者 希望這個特首選舉 帶為香港人 帶來一點歡樂 帶來一點點絕 如果香港人面對疫情 很多人都很緊張 我的WhatsApp群 每個部屋 每個部屋都有一些人 很緊張疫情 很緊張自己住那裏 附近有沒有強檢 很緊張附近大廈出的通告 我經常見到很多這樣的資料 他們很緊張疫情 但我看得出 他們心情是很差的 很緊張很緊張 會不會呢 就是閃師傅和胡老師 你們兩個出來 幫香港人 去燒燒氣呢 去幫香港人 拉開一個疫情的話題 給大家看一些搞笑的 令大家開心一點 來到披衷 不過是水零 ह Vilik 本景